花蓮社会企业主动厨房 专为脊髓损伤者打造适合的工作环境 而商友也透过新闻媒体体任卫生局人员协助抗疫的辛劳 主动提议以行动来表达支持 21号的上午在创办人成熟时代理下 来到了花蓮县卫生局坐在轮椅上亲手来包水饺 为假日仍然要上班的100多位的防疫人员 来加菜慰绕 感谢他们持续的辛劳防疫 几随商友们一字排开 坐在轮椅上努力包出漂亮的水饺 主动厨房5名几随商友 赶年卫生局人员协助抗疫 21日上午来到花蓮县卫生局包水饺 为假日仍然要上班的100多位卫生局防疫人员加菜 他们有很多的不方便坐在这里帮我们包水饺 我想他们对我们的爱是满满的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他 能够为我们虽然说只是一到一个中餐 但是我想这个中餐 去让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体 或是颓上的心灵 能够再被激发起来 能够再被激励起来 让我们继续往前走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方董事长 我们的首诗歌 还有我们更要感谢我们这些来今天帮我们做午餐的 我们的这些脊髓损伤的商友们 真的非常感恩你们 我们等一下一个掌声好吗 谢谢你们 判断人员防疫的支持 把在台北的工作都放下来 跑到我们花莲来从事这个工作 他来的话 那时候的话 那个伦雅还有第二步棋 第二步棋他还扣到 我们前省比较那个 比较那个的话 那时候又接了蛮多钱的 他真的我们執勤长 我跟你说 我这个董事长 是挂名了而已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执事长在做 我是在这样掂很多年而已 其实他真的发起什么 统统是他这个 所以我们 我谢送各位 给我们的执事长鼓励一下好不好 衛生局这些幕后的行政工作 事实上是爆量的 但是我們看到的多是民眾的抱怨 意思是說居隔還沒有收到 什麼都沒有收到 但是事實上 因為我太太的經驗我可以理解 事實上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們的工作量是超過負荷的 那也是我們的商友 村友夫婦 他們自己提 他們說大哥 我們去衛生局包水餃 你幫我們安排 這一點我非常感動 就是商友過去是受住者 但是現在他們願意就他們所學到的技術 來回饋這個社會 成為他人的幫助 除了水餃 主動廚房也帶來其他美食產品 準備100元份 以自助餐形式供應 華聯縣衛生局表示 疫情爆發後工作量大增 家住外縣市的員工常沒有時間返鄉 週六仍有約半數員工加班堅守崗位 感謝主動廚房和幾隨商友 在疫情籠罩之際溫暖送愛 記者蔣邦彥 華聯絲報導